就是太想做一个 优秀的警察了 我知道 师父 你不知道 你师母 我媳妇 人很优秀 长得漂亮 有文化 干部家庭主任 要上有什么 不知道怎么就看上我这么一穷小子 还对我特别好 咱们天天不招架 这一点鸳眼都没有 把我和孩子照顾得舒舒服 我能说什么 好好做呗 好好干你的警察呗 让他高兴 让他开心 让他脸上有光呗 你可不知道怎么我就 偏偏摊上他妈那么一丈母娘 总是觉得我不行 总是觉得我陪不上的闺女 你怎么样 对我都无所谓 他让我媳妇觉得在他家里脸上都没光 抬不起头来 可师父就会干警察啊 就爱干警察啊 我总觉得只要把警察的工作做好 我说成绩来 就能够扭转我媳妇在他家的不利形势和地位 是 我理解 你 你不理解 你心里 还怪我 我已经不怪你了 师父 你怪 是对的 是师父不对 师父太着急了 师父你 师父当劲了 师父您别喝了 这事儿已经过去了 你也别往心里去了 没过去 我跟你说没过去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我说没过去 听得懂吗 我就是强了你的功 做出了成绩 我丈母娘也看不上我 我还是觉得我对不起我媳妇 我还是觉得我对不起我媳妇